白语录最新的比赛 英国锦标赛的第三轮 连追两局到决战局 对手是谭马森 这场比赛是延期的 延期加赛 是昨天没打完 白语录在上一轮上击败着吉米琼斯 好球 手感是真不错 创造了自己最好的记录 在之前女子选手 包括艾文斯 应该很少看见她会连赢三场 非常罕见 太晚了 白语录是在今年的上半年 是拿了女子实行赛冠军 所以她可以参加今年的冠冲冠 还有在明年举办的混双比赛 这一次在英国锦标赛有打出这么好的成绩 还是有希望能够刷进正赛 她在下一轮就是审判轮的选手是 小司机 利索夫司机 最后的超翻牛来了 漂亮 太准了 谭纳森应该没想到 会输 其实这场比赛的第七局 白语录领先了很多 被谭纳森给逆转了 如果第七局拿下的话 应该也不会打 延期赛 谭纳森还剩下35 已经超了很多 超了7分 全阵局嘛 谭纳森一定会上来争取一下 需要做两档斯莫克 或者是一档斯球球 这也太离谱了 这要给正赛的话 掌声至少会持续10秒 没劲啊 这一颗竟然没劲 局面还剩下27 这个也没做善 女子选手能够在职业比赛 能够连赢三场 并且都是赢的男子选手 确实了不得 白球的位置 这应该是没了 打进黄色球的话 谭纳森应该不会上来了 这场比赛打的确实好 在3比5落后的情况下 没有 心态没有落 比赛结束了 恭喜白有路杀进了审判轮 就是资格赛第四轮 太厉害了 对不起 感谢观看